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前科技 之前我为大家分享了 iPhone手机如何隐藏图片或视频 不知道的朋友可在我首页进行查看 那么今天我再为大家分享 iPhone手机如何给图片加密 我们现在在相机中找到想要加密的图片 打开后我们点击分享 随后滑动应用程序 找到备忘录 如果你这里没有备忘录 那么我们点击后面的三个点 然后我们点击存储 随后我们打开备忘录 找到并打开刚才纯属的图片 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锁定 最后输入密码点击完成即可 这样别人打开也看不到里面的图片 不过这里有几点大家需要注意 不忘录不支持视频加密 另外就算我们删除了相似的图片 但不忘录里面的图片依旧存在 所以这个加密方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